流亚人先前被指控 在2020年至2023年间 供使用牛奶针181次非法获取安眠药 还指示朋友销毁相关证据 并在美国期间强迫他人吸食大麻 他被判入狱后一直被羁押在首尔拘留中心 同时演歌歌手信号中先前卷入酒驾事件 当时他拒绝酒精测试 无法确认血液酒精水平 并面临鲁莽驾驶以及逃离现场的指控 目前被关押在一间约5平方米的单人牢房 17日是逢中秋节 根据安眠报道 所有拘留中心在中秋节当天 提供的早餐包含面包果酱汤煮鸡蛋和豆浆 午餐则有马铃薯饺子汤 炒干鱿鱼 玉米沙拉和泡菜 晚餐菜单 包括大酱汤 拌饭 调味海苔和泡菜 此外拘留中心也将提供特别的中秋餐 但具体菜单尚未公布 去年曾有混合谷物年糕作为特别餐 迎来不少网友表示餐点似乎很美味 看来他们在监狱里也生活的挺好的 看了好让人生气